第711章 明镇罗天 第一个依附者 第四更 拼了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清醒过来的黑发男子 在他眼中 亡灵的形象 此刻无限的高大 黑发男子甚至认为 恐怕这罗天心域内 根本就没有人 可以在那目光的一直注视下 会毫发无损 即便是雷仙殿的店主 也做不到 尤其是那目光中蕴含的无视 更是仿佛这天地在其眼中 也只不过是一介蝼蚁 这种感觉 使得黑发男子身子矩阵 以他桀骜的心性 从未有过的 对于眼前之人 生起了一种狂热的崇敬 当力量 差距不大之时 以此人的心性 想到的是反抗 当让他感受到了这股强大 根本就不可能挑战 甚至自己一生所欲之人 没有可以相比之时 他心中唯一生起的 便是衣服 道眼 刚才的一幕 绝对是那传说中的道眼 黑发男子眼中的亥然 被狂热的崇敬取代 他心神俱阵 身子颤抖 想起道眼这一词 更是让他激动与惊骇不已 凡人 有梦眼 修士 同样也会有道眼 只不过这道眼 是传说之词 黑发男子只是知晓 传闻之中 在无数悠久岁月之前 罗天星域内 出现了一个人 此人 只是以己之力施展了一样神通 便把整个罗天星域内的所有第二部修士 全部击败 甚至那些第二部修士 除了有限的己人外 其余者 连一样神通之术 都没有来得及用出 连一样法宝 都没有记起 便输了 那人很是失望 转身 便走去 当时的罗天星域强者 有一人 鼓起勇气 追问其神通之名 换得的 则是那一句平淡的话语 此术 名为道眼 非谋所创 你们也会 黑发男子深吸口气 立刻走下雷兽 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 此刻的他 没有了亡灵目光的注视 却是立刻便察觉到 在不远处的一个碎石上 还盘膝坐着一人 一看之下 黑发男子一正 他自然看出 这是一个傀儡 紧接着 他又看到了远处雷池的边缘 那头上伸出银角的雷兽 之前他刚一来到这里 便立刻被亡灵目光落下 根本就无法看到四周的一切 此刻看到这一幕 却是脸上再次露出震惊 银角雷兽 银须傀儡 他 他莫非也是雷电电使者 黑发男子有些不敢相信 他倒不是怀疑王灵的身份 而是认为 这样的强者 居然会是雷仙电使者 没等他思考太多 王灵再次睁开了双眼 这一次 其目光恢复如常 刚才的一切 不仅是这黑发男子惊恐骇然 就连王灵也是震惊不已 刚才的那种感觉 难道是修到第三步 王灵沉默 那种感觉 可遇而不可求 他隐约间好似把握到了什么 但他的修为 毕竟还是太低 这种感觉 只能存在心中 无法彻底明误 那不真实的梦境中 真实的一幕幕 为他打开了一道 通向第三步的大门 这种机缘 罗天心欲 联盟心欲内所有人 若是知晓 无不疯狂 如天蕴子之辈 这一生最大的追求 便是修到的第三步 为了这第三步 他们可以不顾一切 在他们眼中 第三步 无迹可寻 不知道方向 如何前进 始终徘徊在迷茫之中 苦苦地寻找 但王灵 却是因为天逆的原因 从那打开缝隙的门外 获得了这种无法想象的机缘 有时候 命运 就是如此 看到了第三步的道 王灵未来的成就 已经无法预料 无法想象 晚辈雷仙殿二级使者申公虎 拜见前辈 黑发男子立刻匍匐在地 以一种他只有当年拜师之时的举动 表达出自己心中狂热的崇敬 这一幕 若是让外人看到 定会极为震惊 要知道 申公虎此人桀骜不驯 形势极为狠辣 即便是在雷仙殿使者之中 也是很难缠的一个人物 很多修真家族 轻易不愿意招惹 而且最重要的 此人天资惊人 即便是雷仙殿殿主 也曾研及 申公虎天资 在罗天心域内 可谓列前三世 此人修炼时间不长 只有千年 但千年的时间 却是达到了阳时 接近圆满 这种可怕 甚至比之很辣的性格 还要让人忌惮 因为你永远也不会知道 她的尽头在哪里 说不定下一刻 她便会达到真正的第二步 亡灵身子未动 目光如常 平淡地看向申公虎 窥及了第三步的道 她修为虽说没有变化 但她的心态 已然发生了剧烈的改变 其灵魂 有了本质上的不同 此刻的她 即便是站在天韵子面前 也不会有任何紧张之感 就好像 在凡人之中 知晓并且看到了仙的神通 即便是看到了凡人间的帝王 也敢抬头注视 没有丝毫惬意 在亡灵的目光之下 申公虎尽管没有感受到 之前那种可怕 但仍然心颤不已 之前那可怕的记忆 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她的心神之中 一直到死 都不会消散 实际上 这种事情 对她来说 也是一种莫大的机缘 若是让天韵子等人选择 若是取诸无望的情况下 也会毫不犹豫地 选择亲自感受 就连其身边的雷兽 也是低下了头 再没有半点傲瑟 王灵收回目光 平淡地说道 何事 她的心境 仍然还有一些停留在了那不真实的梦境之中 就连语气 也是如此 况且 此人虽说是阳实修士 但此刻 却是心神大损 尤其是其道心以切 能发挥出殷须实力 都已经是很勉强 至于那只雷兽 她连头都不敢抬 显然刚才的一幕 已经使其闻风丧胆 王灵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却是把深宫虎问住了 她连忙恭敬地说道 晚辈 没等她说完 王灵右手一挥 缓缓说道 若无事 速速退下 天逆的一变 王灵准备仔细地研究一下 此物的强大 已然远远地超过了她的想象 仅仅是打开了一道缝隙 便可让她看到了第三步的道 若是全部打开 王灵内心狂跳 她想象不到 另外 这一次的梦境 使得她的意境 有了松懈的迹象 距离修到第一步 问鼎大圆满 已然不远 对于王灵的态度 深宫虎觉得极为正常 强者 本该就是如此 自己打扰了前辈修炼 这前辈没杀自己 已经是天大的施舍了 想起刚才那道目光 深宫虎绝不怀疑 是这位前辈放过自己一次 否则的话 自己必死无疑 她颤抖的心神与震惊 已然转化为了滔天的狂热与崇敬 此刻深吸口气 恭敬地说道 前辈 晚辈深宫虎 罗天南玉深宫家族之人 雷仙殿二级使者 阳时境界修士 恳求依附前辈 她不是看不出王灵现在的修为 只是 那可怕的目光 却是让她完全忽略这些事情 甚至她还认为 这才是真正的强者 真正的强者 即便是隐匿了修为 也要摆出依附 根本就看不出隐匿的样子 仿佛真正的问鼎修士一样 依附 亡灵一正 看向深宫虎 深宫虎连忙恭敬地说道 晚辈修为不足 自知没有资格依附前辈 但晚辈却是诚心至极 况且 依附与晚辈的修真家族很多 若是前辈有任何需求 定会全力满足 晚辈也知晓 这些凡物入不了前辈之眼 只求前辈 看在晚辈一心至成的份上 让晚辈依附 亡灵皱起眉头 陈寅片刻 摇了摇头 他刚才的那神通 无法再次施展 而且 此人他一眼就看出 属于桀骜之人 一旦最终被其发现端倪 定然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深宫虎看到亡灵摇头 立刻说道 前辈 晚辈是诚心诚意 无论日后如何 绝不后悔 更不会纠缠前辈 只要前辈在晚辈突破之际 点拨几句便可 晚辈可以献出道魂 求前辈同意 依附千年 他说着 双手掐绝 暗在了天灵之上 立刻一个黑色的光团 从其头顶飘起 这里面 蕴含了他的意境与悼念 在罗天星域 依附者 可以有选择的 交出依附之物 而这道魂 却是最高规格 同时也是 最为严格的依附物 一旦道魂被人掌握 虽说不会生死一念间 但却可以影响到心 意义深远 献出道魂 可见深宫虎的成心 他实在是被 亡灵之前的那道目光吓住了 他心中隐约有种感觉 若是今天自己放过了这次机缘 怕是此生一定会极为后悔 深宫虎对于自己的感觉 极为信任 他这一生 很多次重大的决定 全部都归结于这奇异的感觉 此刻 这种感觉却是前所未有的浓重 更是坚定了他的信念 望着献出了道魂的深宫虎 亡灵目光一凝 他虽说不认识那道魂 但却也看出了 其代表的含义 沉默许久 王灵缓缓地说道 你 不后悔 深宫虎立刻恭敬地说道 晚辈绝不后悔 王灵不再啰嗦 右手一招 深宫虎道魂在手 一口吞下 融入自身原神之内 你为何会来此 收了道魂 王灵平淡地问道 雷之仙界将要开启 晚辈打算借此地修炼原力 深宫虎苦笑道 四更 比昨天承诺 多了一张 道友大大们 尔根的诚意 已经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了 渴求你们的诚意 另外 今天又是周末了 晚上十二点后 仙妮能否三周连上 就倚靠各位道友了 尔根的愿望 之前说过 让仙妮 从此之后 长挂七点推荐榜 帮我达成 最后求月票 月票 推荐票 站稳第五 本章完 第七百一十二章 明镇罗天 凝聚雷元 小说 仙妮 作者 尔根 王灵神色如常 感受着原神内深宫虎的道魂 此人意境与临天后的霸道极为相似 但却又有所不同 因不了解其人生 所以无法置其全貌 雷之仙戒 还有多久开启 王灵平淡地开口 双目微合 深宫虎恭敬地说道 再有十年 雷之仙戒便会开启 戒时 凭着雷顶 便可入内 王灵沉吟少请 这雷之仙戒 他兴趣很大 当年的雨之仙戒内 他无法吸收仙玉 但此刻 却是有了大量吸收仙玉的实力 去一趟雷之仙戒 定可使得修为圆满 仙戒破损 对于进入者的修为 限制在哪里 王灵双眼露出金光 看向深宫虎 深宫虎一正 迟疑了一下 显然心中 因为王灵的这句话 有了一些猜测 王灵目光平静 不疾不虚地说道 老夫并非这 罗天心欲之人 深宫虎脑中 杂念一扫而空 他几乎在 王灵开口的同时 也想到了这个答案 在他心中 这种来历 才符合王灵的身份 前辈 我罗天心欲的雷之仙戒 破损并非太过严重 对于修为的限制 是问鼎后期大圆满 只不过在雷仙殿的密法下 却是可以使得一些修为达到第二步的修饰进入 前提是 不能发挥超过了窥涅初期的实力 王灵点头 又问了一些细节 这雷之仙戒 大体与语之仙戒类似 毕竟在无数年前 风雨雷电四大仙戒 同是踏入远古仙玉的通道 了解之后 王灵看了欲言又止的深宫虎一眼 平淡地说道 罢了 你可以留下修炼 但莫要打扰老夫 深宫虎连忙点头秤势 他来此的目的 便是为了修炼 可现在却是身受重伤 修为更是下降很多 若是离开 短短的十年 很难再找到比这里更好的地方 而且受伤之下 仅仅疗伤 就会浪费很多时间 很有可能 十年后雷之仙戒开启 他才刚刚恢复 此刻听到王灵同意他留下 深宫虎内心立刻升起感激 实际上以他的心智 断然不会如此 只不过他道心已窃 道魂交出 潜意识中 王灵的那道目光 彻彻底底地 把他震慑住了 王灵收回目光 不再理会深宫虎 转身向着雷池深处走去 出使时 深宫虎还没注意 但紧接着 他便再次感叹 不愧是高人 这雷池的雷 绝非寻常 以他自身的修为 也只能踏入五十步左右 再也无法踏出半步 可现在 他的目光随着王灵而走 眼睁睁地看着王灵一步一步 走到了约百步的距离后 盘膝坐下 深宫虎深吸口气 眼中的崇敬之色 更浓 他此刻受伤 小心翼翼地踏入十步 再也无法承受 连忙坐下以雷元树土纳 吸收雷电入体 进行修炼 他的雷兽 也是谨慎地踏入几步 巨大的头颅 时而看向百步外的王灵 露出深深的恐惧 凭借灵兽的本能 他对于那道目光的恐惧 比之深宫虎 还要浓郁数倍 这一道目光 几乎让他魂飞魄散 好似回归本源一般 这是他从出生到现在 从未有过的事情 即便是此刻 他仍然对于王灵害怕不已 刚要趴下 忽然一声 低吼从远处传来 只见王灵的那头 银角雷兽 晃着身子 走了过来 从深宫虎雷兽旁边穿过时 狠狠地瞪了一眼 深宫虎的雷兽 立刻退后几步 不敢靠近 他的骄傲 已然被王灵的目光击碎 否则的话 以他快要长出雷角的状态 断然不会如此屈服 银角雷兽大脑袋一晃 颇为得意地走过 很是欢快地踏进雷池十步左右 趴在了那里 吸收雷电 远处 先为傀儡盘膝 坐在一块碎石上 双目开合之间 金光闪烁 目光石而钉向深宫虎 摆布 已经是亡灵此刻的极限 这还是因为 他看到了第三步 体内灵魂升华 望着这雷电 好似隐约中 看到了一些奇异的变化 这变化 就如同施展了 斩罗绝石一般 踏着雷池的这种变化 亡灵走出摆布 再也无法坚持 盘膝坐下后 开始吸收雷霆入体 以雷元素转化 抽出其内的搏杂原力 不断地炼化 随着时间的度过 大量的雷电 轰隆隆地从四面八方 好似一条条银蛇般凝聚 被他吸收进了体内 在雷元素的运转下 慢慢地 一丝丝原力被抽离出来 融入至他的原神之内 滋润着原神 一股极为舒服的感觉 缓缓地涌现在亡灵全身 亡灵之前问鼎之时 因为周易的问鼎之精 所以在原力上 比寻常问鼎修饰要充足很多 这表示着他的问鼎道路 将会很是平坦 可是 斩罗绝的使用 尤其是与雷道子的一战 使得他原力消耗太大 已然临近跌落修为的边缘 原力 在修到第一步的修饰中 是很难弥补的 亡灵若非有雷之原神 此刻必然会一生遗憾 天地原力融合原神之中 滋润着亡灵的原神 使得其内 与之紧密融合的原力 缓缓地恢复 这一过程 较为缓慢 亡灵双手掐绝 在身前一抖 立刻阵阵雷光波纹散开 顿时 十倍的雷霆 立即被吸引而来 疯狂地 钻入亡灵体内 即便是他 也不由地产生了 阵阵酥麻的感觉 亡灵深吸口气 立刻开始了炼化 亡灵这里的举动 引起一连串的雷暴 使得深宫胡也被惊醒 他深吸口气 缓缓地睁开双眼 看到远处的亡灵后 却是眼中瞳孔一缩 不愧是前辈 敢在百步的距离 吸引这么多的雷电入体后 仍然面色不变 若是我在前辈的那个位置 吸引了这么多雷电 定然会肉身 那你承受 就连元神 怕是都会受创 深宫胡眼中狂热 更烈 看来我也需要再努力了 深宫胡闭上双目 稍微的多吸引了一些雷电入体 顿时身子一颤 连忙吸收起来 十倍的雷霆入体 亡灵施展雷元术 磨压之下 元神内的元力 恢复的速度 渐渐的快了起来 只不过 距离完全恢复 还是要差上不少 毕竟 通过雷霆吸收的元力 只有一丝 驱除了博杂之后 留下的更是极为稀少 时间慢慢过去 转眼间便是两年 两年内 亡灵几乎一动未动 只不过十倍的吸收 换成了二十倍 此时的亡灵 就好似扔进了 雷池内的一个人形铁块 把四周的雷电 疯狂地吸引而来 至于深宫虎 则是在这两年内 更加地努力 伤势 渐渐地恢复 两年中 亡灵也曾观察过深宫虎 此人的功法 同样也是雷元术 但同样一道雷霆 亡灵 只能吸收一丝 而到了深宫虎体内 却是超出了十多倍 他观察之下 渐渐地发现了 旗内的端倪 这与本身原力的多少 有很大的关联 体内的原力越多 转化的也就越多 正是这一特性 造成了修道第二步 每一个境界 都差距极大的原因 这两年中 亡灵更是把看到 第三步所感受的一切 深深地记在了心中 时常感悟 略有收获 这一日 他站起身子 四周雷光游走 发出啪啪之声 向着雷池宣泄 这里的变化 引起了深宫虎的注意 他睁开双眼 看向亡灵 目中的狂热 半点没少 甚至其内 还有了一丝期待 亡灵没有理会深宫虎 而是看向雷池的远处 这片雷池 太大了 尽管因为天逆的原因 缩小了一半 但看去 仍然是让人心神震动 此刻亡灵所在的位置 只能说是这雷池的边缘 距离真正的中心位置 差距太远 这雷池中的雷霆 自然是越临近中心位置 威力越强 其内蕴含的天地原力 也就越多 甚至可以说 边缘位置的一百道雷霆内 蕴含的天地原力 也比不上临近中心位置的一道 沉默片刻 亡灵抬起脚步 向前迈去 他心中平静 甚至带着一丝谨慎 可不远处的深宫虎 却是极为兴奋 直勾勾地望着亡灵 内心暗喜 终于能看到前辈的一些神通了 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一定要看仔细了 说不定可以就此感悟 他此刻的兴奋 极为浓郁 不亚于当年修道第一步圆满突破 进入殷墟之境的时候 甚至比那时还要更浓数倍 他之所以渴求在这里修炼 除了此地适合疗伤之外 更重要的 便是想要跟着亡灵 获得对方的提点 甚至远远地看一眼其神通都可以 他等了两年 眼下终于等到了机会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深宫虎散去全身雷电 全神贯注 望着亡灵的一举一动 他准备把这一切 牢牢地记在心中 甚至就连他旁边的铠甲雷兽 也是抬起头 望着远处的亡灵 双目内露出敬畏的同时 也有一丝期待 唯独不远处亡灵的银角雷兽 眼皮一翻 看都不看 好似沉睡 趴在那里吐那雷电 月票第五 推荐票第四 前所未有的成绩 谢谢大家 本章完 第七百一十三章 明镇罗天 雷的规则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只有进入更深处 吸收雷霆 才可以加快速度 否则的话 若是在边缘 吸收十倍以上的雷霆 看似效果一样 但实际上 却是差距很多 亡灵沉默中 盯着雷池的中心 先前迈去 这一步 他在雷池上 掀起一片雷光涟漪 引动无数雷霆 立即轰隆隆而来 亡灵心神凝定 目中散发电光 体内元神 此刻如同心脏一般 虽未砰砰跳动 但却散发出雷微 融入肉身 他肉身本就是雷霆所化 此刻全身通达 没有半点阻碍 立刻使得元神雷微散出 弥漫之下 在其身体外 形成了一连串的雷暴 这雷暴轰隆隆地回荡之际 亡灵身子向前一迈 再次踏出一步 雷池内 立刻掀起雷之风暴 呼啸之中 更是引动了大量的雷霆 纷纷落下 如同处于真正的雷玉一般 阻止一切生灵前进 这雷的风暴内 更是蕴含了一股浩渺的雷微 亡灵元神的雷微与其相比 如同萤火与浩月一般 此地很是奇异 这雷微之强 太过惊人 亡灵脚步落下 立刻传出一声砰的巨响 传遍四周 经过狂雷 它没有停顿 继续向前踏去 一连踏出了十步 这十步 每一步都会引起砰砰的巨响 比这雷霆还要剧烈 似乎这天地都在颤抖 尤其是亡灵速度极快 十步瞬间踏出 使得这声响 好似叠加在了一起 轰隆隆之声立刻传遍天地 巨大的声音 更是震撼了雷池 掀起巨大的雷浪 在这一刹那 好似天地之间 全部被雷光覆盖 极为惊人 亡灵的脚 再也无法迈出 此刻它所在的位置 还是雷池的边缘 但它原神之中 却是传出了不敢承受的感觉 好似再向前迈出 原神就会受伤一般 我原神吞下了半条太古雷龙 肉身以雷霆所化 整个人与真正的雷 几乎没有了区别 但即便是如此 也仍然要止不在这里 此地的雷 实在太过强大 亡灵心中生起不甘 望着雷池 沉默起来 不远处的深宫虎 此刻皱起眉头 眼中露出一丝失望 狂热之色更是暗淡了下来 他望着亡灵 内心暗道 不对啊 以前辈的修为 怎么可能会止不在这里 莫非 他目光一闪 就连他身边的雷兽 也是目光凝视 眼中恐惧之色略有消散 一旁的银角雷兽 则是始终眼皮不翻 继续吐纳 好似早就知道了这个结果一般 随着亡灵越战越久 深宫虎眼中的失望 更浓 他暗叹一声 原本想要借此机会 看一看自己 依附之人那强大的神通 可惜 却是什么也没有看到 这种强烈的反差 使得他 对于亡灵那狂热的崇敬 立刻熄灭了不少 一切的道心 也慢慢地恢复 虽说摆布的距离 对于我来说也是 不可越过的沟壑 但区区百步 一旦我修为突破 达到了窥孽初期 定然可以达到 只是此人身为前辈 怎么会只有这么点实力 深宫虎不动声色 目光阴沉 仔细地观察起来 亡灵望着身前的雷池 这一刻 他好似忘记了一切 身边的所有 在他眼中全部消失 存在的 只是这一片雷池 就如同在那天地大门外 他从缝隙内看到的天逆空间之石一样 这一刻的他 仿佛连自己的肉身 都已经遗忘 他所看到的 只有雷池内 那无数轰隆隆游走的雷霆之力 也不知过了多久 忘却了时间 忘却了一切之后 亡灵的身子 冻了 他极为随意地向前踏出一步 这一步 不温不火 但在落下的一刹那 却好似极为巧合一般 从雷池内涌现了一道雷光 这雷光 就在他的脚下 这一刻的亡灵 好似这一步 他踏在了雷光之上 深宫虎原本黯淡的狂热 阴沉的目光 此刻却是一正 隐约间 好似有些明雾 但却又模糊不清 同样镇住的 还有他身边的铠甲雷兽 此兽随即目光一鸣 看向亡灵 亡灵面无表情 神色如常 双目内露出空灵之色 再次踏出一步 这一步 同样在落下的时间 一道雷光出现 仿佛迎接一般 撑在了亡灵脚下 紧接着 亡灵再次迈步 一步 一步 他至始至终 都是极为随意 好似踏向的不是雷池 而是自家的后院一般 每一次脚步落下的瞬间 都会有雷霆出现在其脚下 深宫虎双目猛地睁大 眼中露出亥然 倒吸了一口冷气 消散的狂热 立刻有了恢复的迹象 失望的心绪 顿时被再一次提起 他直勾勾地盯着亡灵 眼中的亥然 越来越浓 在他看来 一次或许是偶然 即便是两次 三次 都也可以勉强用偶然 或者是故意 来解释 可现在 亡灵脉步间 便有雷光从雷池内 轰然而出 支撑其前行 这 已经不是偶然 与故意可以解释的清楚了 在他眼中 这几乎是一件 不可能完成的举动 这根本就是完完全全 彻彻底底地 超脱了他的想象 此刻 在他目中 亡灵已然变成了 这世间雷霆的主人一般 这雷池的诡异举动 分明 就好似在迎接 迎接 没错 就是迎接 身攻虎眼中的亥然 更浓 弥漫全身 此刻的他 更是身子轻颤 一种极端的兴奋 在他身体内 如风暴一般爆发 他等了两年 要看的 就是这样的神通 他旁边的铠甲雷兽 更是猛地抬起头 目光涣散 那静卫的气息 再次涌现 身为雷兽 他对于雷的感悟 远远超过了其主人 此刻在他看来 这雷池并非是迎接亡灵 而是 亡灵的每一个脚步 都踏在了这雷池的脉络之上 不远处 原本趴在地上 眼皮都不翻起一下 似乎根本就不愿意看向 亡灵的银角雷兽 此刻 却是身子猛地一抖 瞬间站起了身子 巨大的双目 露出从未有过的惊骇 直勾勾地看向亡灵 在亡灵的眼中 他所看到的 已经不是雷池 也不是闪电 而是一道道 若隐若现的光 这些光 时而闪耀 时而寂灭 他的脚步 每次落下 都会踏在那闪耀之上 心中好似有一种明雾 仿佛如此 才是最正确的行为 一步步踏出 浑然忘记了一切 申公虎身子矩阵 眼睛不眨一下 他生怕错过此刻 每一息的变化 他甚至都有些 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他看到亡灵的脚步 越来越快 最终只是一道残影 但每一次落下 却是始终有雷霆出现 以至于到了最后 那亡灵几乎全身雷光暴闪 身体四周 更是掀起了剧烈的雷风暴 呼啸之下 对方的身子 好似那怒浪中的一叶孤舟 在雷海内 坚定且从容地飘去 太可怕 这 这才是真正雷的神通 这才是真正的雷 申公虎眼中的狂热 再次提高 他心脏砰砰狂跳 好似剧烈地 要从胸口冲出一板 他的狂热 甚至比之两年前 还有浓郁数倍 对于亡灵的崇敬 已然从当年的高度 达到了从所未有的盲目 他身边的雷兽 更是身子矩阵 露出更加浓郁的敬畏 他的感受 比之申公虎更深刻 在他看来 对方就好似雷的鼻祖 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敬畏 使得他 彻底的臣服 此刻 即便是亡灵要求他 对申公虎攻击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遵从 更为震惊地 要属亡灵的引脚雷兽 他此刻呆呆地 望着亡灵的身影 内心 充满了不可思议 于一种传承之中的颤索 此刻 亡灵脚步一顿 眼前那奇异的一幕 立刻消散 这种感觉来无影 去得也是 没有踪迹 亡灵在身子停下的刹那 苏醒了 他眼中露出迷茫 许久 渐渐地恢复 刚才的一幕让他对于雷的理解 更加深刻 他知道 这一切 一定与看到了第三步有关系 这种奇异的感悟 虽说没有什么攻击性 但对他来说 却是比一切先术一切法宝 都重要的太多太多 这就好似一介蝼蚁 他看到了人的世界 看到了宏伟的城池 与那些不可思议的一幕幕后 再回到洞穴内 再看到一些身边的变化时 恍惚间 意识之中会有一些重叠 此刻的亡灵 便是如此 他清醒时 发现自己已然接近了雷池的那环 虽说距离中心位置还是很远 但与雷池边缘 却是再也不能一几步来形容 四周的雷霆 比之边缘 要浓郁无数倍 每一道雷霆内 都蕴含了庞大的天地原力 亡灵盘膝坐下 吸收了一道 这一道雷霆入体 立刻使得亡灵身子一震 好似被一股强大的气息冲击了一般 全身上下一片麻木 就连其原神 在这雷霆之下 也好似在水中一般 行动缓慢了起来 深宫虎收回目光 他此刻 对于亡灵的崇敬 已然到了巅峰 刚才的一幕 他略有所悟 此刻激动之中 在怦怦狂跳的心绪之际 正要打坐感悟 但就在这时 他眉头一皱 眼中露出凌厉的寒芒 看向远处的碎石层 少请 一道紫光呼啸而来 这紫光内有一把木剑 剑上 站着一人 此地 好是热闹 嘲讽的声音 徐徐传来 本章完 第714章 明镇罗天 怀疑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这是一把木剑 通体紫色 散出凌厉寒气 其上更有紫光散出 如同剑芒 长虹般出现了一片紫影 紫影在雷池外重叠 在此剑之上 站着一个男子 此人外貌看起来约三十多岁 面白无须 略有英俊 只是一双凤幕 却不协调地露出阴柔之相 他身穿一袭紫金大袍 飘逸之中 好似被无形之风吹动 此刻双眼掠过深宫虎 望在了雷池那环 盘戏的亡灵身上 这一望 却是让他双眼瞳孔微不可查的一缩 全身汗毛顿时张开 在此人出现的瞬间 深宫虎的面色 立刻阴沉下来 他身边的雷兽 也是站起身子 低声咆哮 眼中带着不善的凶芒 至于银角雷兽 则是目光从亡灵身上收回 斜着眼睛扫了一下那阴柔的男子 眼中流出不屑 趴在一旁 与身边的雷电玩了起来 那一道道雷电 在他的操控下 极为乖巧 在其身上游走 如同一只只小手 在为其抓养一般 不远处碎石之上 先为傀儡仍然盘息 看都不看这里一眼 他的职责 便是守护主人 若是来者威胁到了主人 他会立刻出手 哪怕是死 也要完成 那烙印在了灵魂中的守护 但若是并未威胁到 即便是在对方 在他面前屠杀十万 他身体也不会动一丝 战空炼 身攻虎沉声道 阴柔男子目光小心地 从亡灵身上收回 生怕引起对方的误会 在他看来 此人虽说修为只是问鼎后期 但居然能进入这雷池的那环 这种事情 实在太诡异了 若非是对方有难以想象的强大法宝 便是隐匿了实际的修为 而且他同样看到了雷池内的那头 引脚雷兽 与不远处碎石上的傀儡 内心猜疑更浓 一定是有什么法宝 不可能是隐匿修为 只是这里 为何又会俩头雷兽 莫非 此人也是雷仙殿使者不成 他内心暗道 毕竟处于雷池的那环 这本身就是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 以他阳石圆满的修为 也不可能走进那环 原来是深宫家族的深宫虎 战某之前还没认出来 你这修为 却是降低了许多 阴柔男子收紧心神 看向深宫虎 深宫虎内心冷哼 但表面上却是如常 只是面色略有阴沉 平淡地说道 此地不是你留之处 还不离去 他虽说受伤 修为并未彻底恢复 但有王灵在 即便是雷仙殿殿主此刻青睐 他也敢如此说话 战空烈眉头一皱 下意识地看了 雷池深处的王灵一眼 缓缓说道 好大的口气 莫非此地 是你深宫家族的不成 带着族内小辈来此修炼 就不允许外人来了吗 深宫虎文言冷笑 也不解释 韩生道 三膝内 若不退下 你也就不要走了 他本就对这战家 天资极高之人有些厌烦 若非是二人之间实力相差不多 他以前早就出手了 此刻若是这战空烈不知好歹 扰了前辈修炼 自己出手 即便是 此刻修为没有恢复 只需前辈再次如当初看自己一般 看这个战空烈一眼 定可让此人崩溃 况且 此人不是雷仙殿使者 杀了 虽说会有些麻烦 但有前辈在 一切就都无关痛痒了 战空烈目光一宁 身子立刻退后 他为人谨慎 退后之际 目光再次 落在了雷池深处的亡灵身上 心底猜测更浓 这深宫虎凭什么有如此把握 说出这番话语 他体内伤势明眼人一看便知 莫非是装腔做事 若非如此 那就一定是有所一迟 难道 是这小辈不成 战空烈心念速转 三夕到了 深宫虎凝笑 身子站起 雷光立刻在其身体上游走 发出啪啪之声 他一步之下 便迈出 旁边雷兽更是咆哮间 紧跟其后 只不过他在走出时 却是下意识地回头 看了一眼那环深处的亡灵 目中的敬畏 表露无遗 雷兽的目光 落在了战空烈的眼中 却是让他心神一震 暗道不妙 深宫虎心机深沉 自会伪装 但雷兽 以战空烈的了解 却是截然不同 这雷兽的目光 透露出的信息 不能深思 一旦深思 却是立刻会得到一个 让战空烈心神巨震的答案 以他谨慎的性格 立即毫不犹豫地再次退后 试探地喝道 深宫虎 战某光明磊落 此地你我交战 难免会对你深宫家的 小辈修炼造成影响 你若要战 我们便出去 在碎石层外交战 他的语气 尤其重点地放在了 小辈这两个字上 深宫虎眼中寒芒一闪 一步便踏出了雷池 口中冷笑道 何必那么麻烦 在这里便渴 深宫虎越是这样 战空烈便越是心中疑惑 他隐约中感觉有些不妙 宁可再次退后 也不想贸然出手 很显然 这深宫虎的打算 便是逼自己出手 联想雷兽之前的目光 一个荒谬的想法 在战空烈脑中浮下出 他目光闪烁 双手掐绝 立刻一片紫色的雷光 在其手中幻化 其脚下的紫色木剑 更是散出浓郁的剑气 呼啸间 与其双手之中的紫色雷光融合 形成一股庞大威严 这威严之中 更是有天地元气蕴含在其 出手间 便是元力神通 显然这战空烈 对此战极为甚重 眼看这战斗一触即发 深宫虎更是踏步间 右手抬起指向天空 好似欲引动天雷一般 其身边的雷兽 此刻也是咆哮之中 全身上下凝聚出了无数狂雷 相互之间被雷光牵引 看起来极为惊人 但 就在这一刹那 亡灵缓缓地睁开双眼 平淡地说道 深宫虎 此战 我不会出手帮你 便算你 依附我的一个考验吧 若是失败 倒魂还你 亡灵神色如常 但内心却是暗自苦恼 无论是深宫虎 还是这个战空烈 都不是他可以对抗之人 一旦这深宫虎失败 自己的处境便会不妙 他本想找个地方安静地修炼 可却总是无法达成 眼下又引出了这个找麻烦的战空烈 亡灵心念一转 便如是说 深宫虎身子一震 眼中战役在这一刹那 立刻攀升到了极限 他直勾勾地盯着战空烈 口中却恭敬地回答亡灵 尊主放心 深宫虎 不会败 深宫虎深吸口气 一拍储物袋 立刻拿出一瓶丹药 战空烈此刻 却是面色大变 亡灵的话语 在说出的瞬间 他敏锐地看到了 深宫虎眼中 那隐藏极深的崇敬 这种神态 他几乎认为自己看花了眼 还有那雷兽 更是在那内环之人说话的刹那 居然身子一抖 仿佛极为害怕 尤其是对方的话语内 所透出的信息 居然说的是衣服 这就更让战空烈心神俱正 如果这些还只是让他怀疑 那么接下来深宫虎的回答 却是让战空烈大吃一惊 甚至全身汗毛都立了起来 尊主 这个称呼 在罗天心欲 绝不是轻易便可说出的话语 尤其是他们处于第二步的修士 更是很难说出 只有星月成福的依附在某个强大的存在后 才会称呼对方为尊主 战空烈没有怀疑 这里面深宫虎的作假 因为这一切实在是太不值得 深宫虎的性格极为狂傲 这种人 即便是战死 也绝不会屈辱自己的尊严 况且 即便是二人交战 怕谁很难最终出现战死 最多 也就是重伤罢了 即便是战空烈自身 也决然不可能随意地称呼 一人为尊主 只是为了避免 这甚至无法决定生死的一战 结合之前的猜测 方才那荒谬的答案 再次浮现战空烈的心中 他眼内露出骇然 好似还不敢相信 莫非 莫非此人走进雷池那环 不是依靠的法宝 而是隐匿了修为 若非如此 怎么可能 让这狂傲的深宫虎依附 并且称之为尊主 战空烈倒吸口气 身子再次退后 他心念急转 立刻说道 深宫兄 莫要冲动 深宫虎眼中 寒芒闪烁 手中药瓶捏碎 其内只有一粒散发 鸿芒的丹药 被他一口吞下 其整个人的气息在这一瞬间顿时疯狂地暴虐起来 战空烈 与我一战 低吼中 深宫虎右手指天 其体内的原力疯狂地冲出 顷刻间 一道如同神龙般的闪电 轰隆隆地从无尽的虚空中降临 更是引起了雷池的波动 无数雷光游走 向着深宫虎凝聚 王林望着深宫虎的原力神通 眼中露出奇异之芒 此神通极强 借着自身原力 召唤出天地之雷 比之原力画顶 也不遑多让 虽说没有原力画顶那般宏大 但在威力上 却是更巨 战空烈面色一变 身子再次退后 与此同时 脚下微动 木剑立刻飞起 被他右手一指下 顿时闪烁而出 其上紫光蔓延 发出剧烈的轰隆隆之音 深宫虎眼路战役 这一战 他要把自己的实力 尽数地展示出来 因为 前辈在看 明天端午节 既然过节 没理由不爆发 明日 三更 本章完 第715章 明镇罗天 老子可厉害了 小说 仙匿 作者 耳根 一声低吼 他右手此刻轻微地颤抖 他毕竟受伤严重 虽说略有恢复 再加上雷仙殿的丹药压制 在短时间内 可以达到巅峰 但施展这引雷之术 仍然有些不足 低吼中 他紧咬牙关 右手默然落下 顿时 虚空中降临的那道雷光 轰隆隆之际 化作一道无法想象的天威 直接落下 战空裂面色阴沉 双手迅速变化法觉 更是喷出一口体内元气 直接落在了木剑之上 此剑立刻呼啸 散发出浓郁的剑气 一剑冲天 直奔雷结而去 两者向处 一声震惊四野的轰隆巨响 立刻传遍开来 雷光崩溃中 那木剑更是退下 此地的原力残余 在这一刻 浓郁到了极点 四周的碎石碰碰声中 大量的粉碎 战空裂身子一晃 灯灯灯不断的退后 面色苍白 阴沉的盯着深宫虎 他也被打出了火气 此刻眼中战意顿时点燃 深宫虎身子同样退后 直至踏入雷池内 这才站稳 嘴角留下一丝鲜血 他盯着战空裂 大笑道 早就看你这个阴柔的家伙不顺眼 今日一战 没想到你还真有些本事 亡灵目光闪烁 刚才的一战 他看得极为直观 阳石境界的战斗 让他略有所悟 这二人刚才的原力神通 任何一个 都不是他可以接下 不过 他却是看出了一些问题 深宫虎的原力神通 似乎并不完善 那影下的雷结威力 似乎应该更重一些才对 亡灵毕竟看到了第三步的层次 之前在踏入这雷池内环时 更是模糊中隐约看到了雷的规则 此刻以这样的心态 去看深宫虎的雷系神通 能看出问题 并不奇怪 这种现象 在凡人界内的武林之中 也会出现 就仿佛一个全然不会武功之人 因为看得密集多了 感受得深刻 所以在旁观者的角度 往往一针见血地指出 对方的招式的问题所在 虽说能看出 能指点 但自身 却是还没到那个层次 无法亲自施展 此刻的亡灵 便是处于这种状态 他目光一闪 平淡地说道 深宫虎 你这元力神通 具备了雷的威 但却没有雷的魂 你的道心虽说与之融合 但却不够 你的信念之中 没有雷的力量 深宫虎闻言一阵 这番话 他不是第一次听到 雷仙殿殿主 与自己家族的长辈 也曾说过 但此刻 从亡灵口中说出 却是让他更加紧张 连忙恭敬地说道 请尊主教诲 别说是他 就连远处的战空烈 也是一阵 他越来越倾向于自己心中 那荒谬的推测 深宫虎的问题 同样也在他身上存在 战家的长辈 也只是说 需要自行感悟 这种事情 实在是说不明白 甚至他们 也都是处于摸索之中 不知所感悟的是对是错 如何能教诲晚辈呢 若是对的也就罢了 可一旦错了呢 毕竟 没有人知晓 自己所在的道路 距离真正的道 是对 还是错 因为 他们不知道第三步的路 在什么地方 但 亡灵不同 他看到了第三步 就等于是 看到了前进的方向 别人因为不知对错 不敢去说 即便是说 也是内心并不确定 但亡灵则不 他知晓 自己所说的 一定是对 此刻的一幕 较为诡异 深宫虎与战空烈二人 前一刻还是战意滔天 但下一息 却是不约而同的放弃的斗法 而是看向亡灵 二人的目光也是不同 深宫虎是盲目地崇敬 战空烈的 则是有些怀疑 亡灵没有继续说下去 这种事情 本就是无法说得太过清楚 朦胧之际 懂 便是懂了 不懂 则需要机缘 否则 永远也不会明白 陈寅中 亡灵抬起右手 在身前随意地一捏 一道雷光飞起 落在了其手心之上 这雷光的威力 在深宫虎等人眼中看来 不强 但接下来 却是让他二人倒吸口气 只见亡灵目光落在手心的那一丝雷光上 眼内露出奇异之芒 右手一抖之间 这一丝雷光立刻消散 但却剩下了一点 若隐若现的光 无法坚持太长 只是刹那 这光便崩溃 消散了 亡灵闭上双目 掩饰墓内的疲惫 若非是此刻太过危险 他才不会如此故作玄虚 明白了吗 闭目之中 亡灵缓缓地说道 本源 回归本源 深宫虎眼中爆出金芒 全身激动地颤抖 他好不犹豫地 深深向亡灵一拜 眼中的崇敬更为浓郁 几乎达到了崇拜 他脑中豁然开朗 好似有一层纸 被捅破 这一刻的深宫虎 如同得道 他猛地转身 看向战空烈 眼中露出金光 缓缓说道 你我 再站吧 站空烈此刻 头皮发麻 他对于亡灵的猜测 已然达到了顶峰 更是再无怀疑自己脑中那荒谬的想法 退后几步 他向亡灵深深地一拜 口中恭敬地说道 晚辈站空烈 不知前辈再次感悟 之前冒犯 还往前辈海寒 晚辈这就离开 他颇为羡慕地看了深宫虎一眼 此刻的他 已然明白 为何以深宫虎的狂傲 会依附别人存在 恭喜深宫兄 站空烈语气略有酸意 抱拳说道 深宫虎没有说话 冷冷地看着站空烈 站空烈也不介意 笑道 深宫兄 在下已经接到了雷仙殿的诏书 日后你我 便同是雷仙殿使者 告辞 他再次向亡灵一拜 转身立刻离开 深宫虎没有阻拦 而是眼中露出寒芒 诏书为何物 王林平淡地说道 深宫虎连忙转身 恭敬地说道 赵书是雷仙殿的传唤之令 凡是被选为雷仙殿使者的候选人 都会被送出赵书 每一次的雷仙殿开启之前的三个月 雷仙殿内都会整顿一番使者名位 若有缺少便会从候选者中彼此竞争选出 以战空裂的修为 此次若无意外 怕是尾影 王林略一点头 没有再说话 而是闭目继续吸收雷霆入体 转化成为原力 深宫虎眼中露出兴奋 他刚才略有所悟 此刻立即盘膝坐在雷池内 又开始了修炼 时间缓缓地过去 转眼间便是八年 算上之前的两年 十年的时间一晃而过 王林体内的原力 在雷元术的吸收下 渐渐的平稳 原神达到了饱和 却是无法再多吸收半点 王林明白 这是因为修为不够 只有到了第二步后 原力才可以继续吸纳 眼下最重要的便是要突破自身的修为 他站起身子 看着四周的雷电 十年的接触 使得他对于雷更加的了解 仿佛是可以看透其本源一般 只不过却有些模糊 身子一动 王林踏步而去 远远地 离开了雷池的那环 向着边缘走去 深宫湖 在三年前被王林支走 此人虽说 对他极为崇敬 但王林却总是感觉有些不太舒服 深宫湖走前 曾留下了传音遇见 引脚雷兽呼啸而来 王林坐在其身上 化作雷光 离开了这片雷池 先为傀儡化身黑影 融入到了王林身后的影内 雷兽之速 经过这十年的吸收雷霆 更加快速 冲出了碎石层 消失在了星空深处 天逆珠子的变化 王林已然知晓 其内李木丸 与王平三人的魂魄 仍在 不但没有受到影响 反而看起来更加的晶莹 二十年后的雷池仙界 是一定要去的 只不过眼下 却是要寻找一处隐秘的地方 把修为提高 另外 天逆珠子的一变 似乎表示着 再不需要五行之力 那么 到底需要什么呢 王林坐在雷兽背上 沉思起来 天逆珠子上 分成了阴阳两部分 彼此之间没有融合 让王林有些不解 日月 阴阳 王林沉吟中 雷兽化作电光 在星空内急迟 也不知过去了多久 王林一拍储物袋 立刻手中出现一枚玉剑 此物时 深宫虎留下 整个罗天南狱的星图 其内很多地方 都有详细的介绍 有了此物在 王林便不会迷路 在他前方这片地方 被称之为罗天南狱的蛮荒之地 这里的星球 大都是废弃 并无什么奇异之处 平常少有大神通的修士来辞 不过在这些星球上 却是有凡人居住 同样也有一些低阶的修真家族 二十年的时间 要为去雷之仙界 做好准备 况且 我的一些神通法术 却是需要有些改动 很多神通 不符合我所看到的第三步 若是继续使用下去 走的路 却是错误的 尤其是道化黄泉内 所需要的无数怨气 更是需要加快时间搜集 而且 在这罗天星域内 我也该有一处 属于自己的修真心了 王林沉吟中 目光一闪 在前方 他看到了一处废弃的星球 其上生机不断 显然居住了不少的凡人 选择这里的原因 是因为 此地 与朱雀星 很像 他 有些想家了 王林身子一跃而起 雷兽乌叶一声 无奈地化作射神车 飞入王林储物袋内 正要直奔此心而去 忽然王林神色一动 在他储物袋内 仙剑之中 传出浓郁的波动 这波动内 透出一股强大的气息 以及一股来自远古的剑影 该死的剑影 你家许爷爷终于把你征服了 从此之后 老子就是真正的剑灵 老子厉害了 可厉害了 许立国新生 呵呵 明天会很有意思 还是要说一遍 明天 三更 求月票 拉开距离 目标前四 有些困难 拜托各位道友 看在耳根过节 不但不休息 反而加大更新量的份上 把月票 给俺吧 本章完 第716章 明镇罗天 我的修真心 端午节第一更 求月票 小说 先逆 作者 耳根 王林神色古怪 低头看了一眼储物袋 眼看着储物袋内散发出浓浓的剑影 而且 其内还蕴含了一股张黄的气息 似乎要冲出一板 小林子 还不把你家许袋放出来 呵呵 告诉你 老子现在 可厉害了 许立国霸道的声音传出 储物袋急剧的颤抖 似乎其内有一道来自远古的冲击 就要突破而出 就在这冲击达到了巅峰的一刹那 王林目光平静 右手在储物上狠狠的一拍 顿时 许立国充满了霸气的声音 立刻弱了下来 就连那浓浓的剑意 也立刻被声声地压住 无法散开 喝哟 小林子 你现在没搞清楚状况 大爷我不怪你 大爷现在可不是当年的小许立国了 大爷可是传承远古建议的 没等他说完 王林右手掐绝 再次按在了储物袋上 这一次 许立国的声音骤然而止 郭躁 王林皱着眉头 平淡地说了句 他身子一晃 直奔前方的废弃星球而去 这个星球 远远看去 一片水蓝色 似乎海洋的部分占据了大半 其上升级浓郁 显然凡人众多 王林速度极快 好似一道流星 直奔着星球而去 在他的身体四周 由于速度太快 形成了一道椭圆形的虚幻光幕 如同破空一般 发出阵阵呼啸之声 冲进了这个星球 此星的钢峰层 较为稀薄 王林直接便穿透而过 来到了这星球的上空 低头一望 脸上露出一丝恍惚 此地实在是与朱雀星 太相似了 这种相似 不是说样子 而是感觉与气息 王林神识散开 横扫一圈 此星上 也有修仙者 只不过最高修为 也只是达到了原因 甚至连一个化神的修饰都没有 他沉默片刻 没有暗自寻找一处隐秘 而是横扫之下 选择了此星最高的一处山脉 身子向前一踏 便直接过去 横云峰 是清零星上最高的山峰 此地虽说灵气依然稀薄 但却极为壮观 身在旗上 一眼看去便可看到这天地的尽头 更有云雾缭绕 望之 仿若仙山一般 清零星上 修真家族众多 就如同此星之上的凡人国家数量一样 密密麻麻地居住在这个星球内 几乎每一个凡人国家内 都会一两个修真家族 这种奇异的现象 与此星灵气不足 修饰之中没有化神者 有着很大的关联 这横云峰 是清零星内 元英修饰最多的张家之地 平日里 这里便是张家元英大圆满的族人 在寿元快要断绝前 闭关作画之处 久而久之的 原本秀丽的山峰 不知为何 变得光秃秃起来 甚至远处吹来的山峰 在这里 也变得阴寒 这一日 张家此代 停滞元英后期 年月最长的家主张星海 拖着透出死气的身子 从横云山下 一步一步地走上 每一代快要归虚之人 都会如此走完人生的尽头 踏上这横云峰 坐在峰顶 望着天地 慢慢地消散身亡 他能感觉到 自己的身子 正在慢慢地虚弱 缓缓地迈步下 艰难地一步一步 走上了顶峰 在横云峰的顶部 有一处巨大的山式平台 张星海刚刚踏上 立刻便是目光一凝 以他浑浊地 就要消散的一丝灵力 望着平台上的人 这是一个身穿白衣的青年 一头黑发随着山峰飘动 就连衣服也被山峰吹打 发出啪啪之声 他整个人站在那里 在张星海眼中 却好似不存在一般 他神识查看 那里毫无人影 但肉眼去看 却又极为清晰 这种强烈的反差 使得他不由得退后几步 脸上沉稳中 隐隐透出一丝金融 此地 不错 那黑发青年 并未回头 望着远处天地的尽头中 那缓缓落下的夕阳 平淡地说道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没有蕴含任何神通 可落在张海星耳中 却是让他虚弱的身子 立刻好似 被注入了生机 更是让他张家家主 这权贵的身份 不由地被压下了数倍 他下意识地低下身子 眼中露出骇然 这是一种气息的牵引 这一点 以他的见识 还是知道的 平日里 凡人之中 哪怕是帝王 在他的面前 也会不由自主地低头 因为是 被他气息牵引 而此刻 在他的身上 居然也出现了这种状况 这只能说明 一件事情 自己 在眼前这个青年眼中 就好似在看凡人一般 可惜 如此山峰 却被你等用作归虚之处 黑发青年摇头 右手一挥 立刻这巨大的山峰 漠然一颤 一股无数年来 被作为归虚之地 凝聚出来的死气 在这一挥之下 立刻烟消云散 消失无影 整个山峰 如同获得了新生 又好似常年疾病缠身之人 再瞬间恢复了一般 生机立刻苏醒地浓郁起来 张星海身子顿时一震 他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幕 好伴想才缓过神来 脸上露出激动 毫不犹豫地 立刻跪在地上 恭敬地说道 晚辈张星海 拜见前辈 前辈若是喜欢这恒云山峰 晚辈立刻奉上 恒云山峰 这黑发青年 正是亡灵 他转过身 看了张星海一眼 缓缓地说道 你受缘就要断绝 此事 即便以我之力 也不容易改变 张星海苦涩地一笑 恭敬地说道 前辈误会了 晚辈知晓天命 不求前辈相助 临死之前 能遇到您这种大神通的修士 晚辈没有遗憾 别说这山峰 就算是这清灵星 前辈若喜 再下一样可以送出 亡灵转过身 右手虚空在张星海眉心一拍 打出一道灵绝 平缓地说道 为你改命我做不到 但以你自身灵力燃烧 增加十年寿缘 还是可以做到 打出灵绝之时 王灵心中暗叹 这种神通 是他看到了第三步的道路后 可以勉强施展 若是当年也会 黎木丸也就不会最终 容身在了天逆珠子内 灵绝落在张星海眉心 此人身子一颤 立刻感受到了一股生机 从体内灵气中云涌而起 他面色红润 深吸口气 望着王灵 恭敬地说道 多谢前辈 前辈 前辈有何吩咐 晚辈全力去办 他能成为张家的家主 自然不是愚笨之人 深知这世间 没有平白无故的给予 他之前看到王灵说出这山峰不错 便立刻毫不犹豫地 把这山峰送出 正是因为他知道 以对方的修为 站在这里 说此话 已经是很仁慈了 若是那种脾气乖利者 怕是直接占据 若是稍有不喜 甚至图几个他们这般的小修真家族 实在是太容易了 张星海内心猜测 眼前之人显然不是清零星人 必定是从外界来此 而能踏入星空者 修为定然是应变七亿上 王灵看了张星海一眼 平淡地说道 我给你十年时间 搜集这天下凡人的各种怨气 越多 越好 如果你最终让我满意 那么此心有我在的一天 你张家 香火不断 去吧 王灵说着 大袖一甩 张星海只感觉一股狂风扑面而来 眼前所望 全部都是浓密的云雾 耳边裂风呼啸 待全部消散时 他已然站在了山下 方才的一幕幕 甚至让他有一种做梦的感觉 恍惚之中摸了摸眉心 感受自身浓郁的生机 他深吸口气 冲着山峰弯腰一败 眼中露出兴奋之忙 转身匆匆离去 那位前辈的要求 定要全力去做 张星海整个人化作一道长虹 直奔张架 送走了张星海 王灵沉默片刻 一拍储物带 立刻尊魂番出现 三丈大番被王灵轻轻一按 便插在了地面山石内 番部被山峰吹动 立刻横展开来 其内魂魄飞出 环绕整个山峰 三大主魂凝聚 融入四周 顷刻间 这整个山峰 立刻被浓郁的黑雾弥漫 王灵右手向后一挥 立刻一股大力 从其手指内呼啸而出 落在这山峰内部 喷喷之声透出中 一座庞大的洞府出现 洞府之门 正是在这山峰的顶部 四周山石争宁 看起来颇为壮观 王灵右手十指轻点 一道仙诀 漠然间映在了洞口之上的山石 仙诀若隐若现 透出一丝微压 做完这些 王灵盘膝坐下 神石散开 再次横扫整个清灵星 这一次 他并非是直接看过 而是传出一道神念 从今天开始 这里便是我的修真心 横云山峰万里内 视为禁地 善入者 不饶 王灵的神念 如若狂雷 轰隆隆之际 在这清灵星的天地间回荡 传至每一个修士的耳中 使得这些修士 一个个全部面色大变 但却没有壹人 敢于任何反抗 这种神念传遍整个星球的神通 让他们震惊中 内心升起强大至不可思议的感觉 清灵星 从这一天起 有了主人 这个主人便是王灵 王灵便是这清灵星上 最顶峰的存在 就如同血族 在他的血腥之上 拥有掌握了生死的权力一般 也好似天韵子 在天韵星上 那种至尊的身份 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大家吃粽子的时候 别忘记给耳根留一个 大过节的 到现在还没吃上呢 一直在马字 不过看着老婆在那里煮粽子 女儿在旁边玩玩具 倒也挺开心的 尤其是 还有这么多道友大大一同过节 很高兴 今天三更 继续马字 求下月票 看看这个月 仙妮月票榜的终点 在那里 冲冲冲冲 本章完 第717章 明镇罗天 寄托因果意境的法器 第二更 求月票 小说 仙妮 作者 耳根 时间一晃 五年过去 清零心上所有的修士 无论何种修为 在这五年的时间 全部忙了起来 张星海考虑了很久 没有隐瞒王林的要求 而是把这个要求散开 让所有修真家族都知晓 只不过 张家 却是作为了王林的使者 这个身份出现 五年的时间 这些修士 这些修士 奔走于市井之中 不断的从一个个凡人身上 收取着怨气 这种气息 几乎每一个凡人体内都会存在 只不过有着多与少的区分罢了 清零心上的凡人 实在是太多了 五年的时间 只不过收集了不到四成 眼看时间过去了一半 张星海略有交集 但却没有办法 眼下 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 甚至连他自身 都已经走出 在凡人界内不断的搜集 其整足足人 只要修为达到了宁气五层以上 也全部都被派出 五年的时间 王林始终盘息 坐在恒云山顶 祭练法宝 他所祭练的 是元神内的山河图屏风 此物破损较为严重 在王林的元神中 以雷光融合 不断的修复 除此之外 还有那仙界的山石 此物由于有了裂缝 抽魂之计变得不稳定 被王林以元神之气祭练 缓缓地修复 至于那融合了红蝶 蓝色玫瑰的皇冠 王林研究了很久 始终还是没有看透 这三样法宝 是新获得之物 祭练之中 王林抽出时间 结合自己看到第三步的方向 拿出了储物袋内 一件看起来寻常的法宝 此物 正是那昆吉边 此边跟随王林时间较长 其神通有着明显的忧缺 之前王林并未太过看重 但此时 他对于这昆吉边 却是极为在意 我的所有法宝中 论灵力 此物 不及仙剑与弯刀 论防护 不及尊魂藩 与山河图屏风 论神通 不及仙界山石 与射神车 但它 却是我所有法宝中 唯一的一个 蕴含了我所看到的第三步方向之物 此事 的确是充满了奇异 王林望着手中的昆吉边 喃喃自语 此边看起来极为寻常 唯有当年 那天鬼 看到此物后 险些魂飞魄散 似有所认 抽出元神 却是暗中符合本原之道 若强说因果 倒也可以解释为本体为因 原神为果 此物 是因果之道中 后者的炼化之物 王林目录精芒 沉思起来 他的意境 已经渐渐地从生死轮回之道转化 成为了因果之道 此道太大 王林此刻所触及的 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但仅仅如此 就已经让他感觉到了 其磅礴的气息 因果意境 以我此刻的感悟 还不足以 使其幻化出 如生死轮回般的虚幻化轴实质之物 但看到了第三步的方向 却是可以略有取巧 王林右手在昆吉边上的妈撒 眼中金光越来越亮 他想到了一个方法 在因果意境无法实质化之前 略微发挥实质的实力 为雷之仙界之行 做充足的准备 以昆吉边代替因果意境后者的宁画 应该可以成功 王林沉吟中 内心有了决定 若是换了别人 恐怕会仔细犹豫很久 最终也还是会无法决定 因为他们不知晓 如此行为 是否正确 是否会干扰了意境的存在 但王林不同 看清楚了未来的道路 他知道这么做 虽说对意境有些影响 但却不会太大 沉默过后 王林目光一闪 拿起昆吉边 一抖之下 此边立刻发出啪啪之声 清脆入耳 好似可以撼动心神 便以你 作为我意境 寄托的法器 王林目录奇异之盲 把此边放在了双膝之上 闭目凝神 开始了祭练 意境融入法宝 需要心神的连接 缓缓地融入其内 时间在流逝中 往往看不到痕迹 春夏秋冬 几处循环 一晃 又是三年 王林在这清灵星 已经居住了八年的时间 八年中 他从未下山 甚至整个清灵星的修饰 除了张星海之外 再无第二人见过王林 但是 横云峰主人 清灵星老祖的名号 却是不知不觉的 在此心所有修饰心中 越来越重 尤其是横云峰外 那浓郁不散的黑雾 令所有的修饰 纷纷心中发寒 当然 也有一些修饰 许是修炼坏的脑子 贸然地冲入黑雾内 准备挑衅这所谓的 清灵星老祖的威严 这些人 均都是在踏入黑雾的一瞬间 立刻被黑雾吞噬 迷雾中只有那一声声淒厉的惨叫 回荡天地 警告着一切修饰 不要踏入这里 至于凡人 则没有那么麻烦 他们一看到那黑雾 便知道 这里充满了危险 没有人会进入这里 即便真有迷失走近的 亡灵也不会妄自杀生 尊魂藩内有亡灵神石 自然会使其昏迷 送至万里外的边缘 这三年中 亡灵尽兴计炼法宝 但唯一让他觉得过躁的 便是那许立国 此人不知怎么破除了亡灵 从储物袋上的封印 虽说还是无法从储物袋内出来 但却总是叫嚣不断 这一日 亡灵双溪之上的鲲脊边 已然略有意境融合 操控之下 比之神石更加方便 同时 融合了因果后者的变化 此边的威力更是强大 只是 此刻 不协调的声音 再次出现 小林子 你敢不敢把你家许带放出来 老子现在厉害了 你就不敢放出了是不是 放心 老子绝不会对你出手 我都想好了 以后你就跟着老子 咱俩的身份换一换 以后老子是主人 许立国嚣张的声音 越来越充满了霸气 亡灵眉头皱起 若非是他知晓时间紧迫 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这许立国身上 早就出手教训 此刻这许立国不但没明白 反而越加地放肆 亡灵眼中寒芒一闪 拍了下储物袋 寒声道 滚出来 呵哟 敢这么对你家许爷爷说话 小林子 你搞不清楚状况了吧 老子已经不是当年的许立国了 许立国的声音传出之际 从储物袋内生起一团黑雾 这黑雾散发出凌厉的剑气 呼啸之中一冲而出 在半空中雾气融合 化作许立国的样子 他刚一出现便立刻狂笑起来 大声地吼道 老子许立国 也有惊天 哈哈 苍天可怜 老子终于熬出头了 王灵冷冷地望着许立国 没有说话 许立国笑完了 低头看了王灵一眼 目中露出凶芒 此刻的他 又恢复了当年那嚣张的样子 一冲之下 整个身子立刻迅速地收缩 居然在半空中化作了一把大剑 此剑的样子 与仙剑一模一样 冲击之下 一道剑气疯狂的呼啸 其内更是蕴含了一股沧桑的剑意 极为惊人 他一冲之间 好似可以破碎了这虚空 直奔王灵 刹那间便临近 王灵始终目光冰冷 在许立国来临的一刹那 他身子未冻 但双膝之上的鲲极边 却是一闪之下 直接飞起 一股诡异的气息自其上散发而出 四周的山石百丈内 立刻笼罩在了旗内 这气息中透出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 仿佛这百丈内被生生地隔绝了一般 充满了让人几乎要崩溃的威严 许立国感受最深 他惊呼一声 化作的大剑立刻不稳 但紧接着 他化身成为的大剑之上 立刻散出更为浓郁的剑气 显然是要硬扛 此刻 王灵的声音 缓缓地回荡 这世间之事 难逃因果 因 无处不在 故 果 处处都在 鲲极边一晃 只听轰隆一声 一抽之下 仿佛打开了命运的大门 鲲极边首尾交错 形成一个完整的圆 许立国化作的大剑 立刻身不由己地落入这圆内 迅速地瓦解 果 便是一切因之本源 王灵的声音 再次起伏 大剑的瓦解 几乎在瞬间完成 寝刻间 化作一片浓浓的黑雾 黑雾中透出许立国的面孔 他此刻一脸惊骇 眼中更是透出一丝恐惧 主子 主子 我错了 小许子错了 这次真的错了 绕我一次 再绕我一次 许立国立刻哀求起来 声音之凄惨 极为惊人 王灵目光冰冷 望着鲲极边首尾交错画作的圆内 许立国那飞快消散的黑雾 平静地说道 你的远古见义 因我而获 如此 所结之果 也是属于我 许立国惊恐地发现自己的本体黑雾 其消散的速度更快 一丝危机顿时升起 吓得他魂飞魄散 立刻哀求道 主子 我知道错了 再也不敢了 况且 况且 当年若不是你 把我练成魔头 我也不会有今天啊 是不是啊主子 你看 这不就是因果吗 许立国焦急地说道 他能感觉得到 自己眼看就要彻底的消散 他心中的后悔 已经占据了全身 千不该万不该 去招惹这煞心 这无数年来 自己从未有一次得逞 许立国呀许立国 你说 你怎么就这么没记性呢 这人 可是王老魔呀 比自己还魔头呢 许立国恨不能给自己一巴掌 王林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缓缓说道 那是你的因果 不是我的 今天三章 不是九千字 而是一万字 继续码 争取六点之前 送上第三章 求月票啊 本章完 第七百一十八章 明镇罗天 大圆满于许立国的恶趣 第三更 求月票 小说 仙秘 作者 耳根 昆吉边所画的圆 略微一松 化作一道光芒 消失在了天地之间 此物 融入异境 已然没有了形体 而是与异境一样 融于虚无 看不见 感受得到 险些崩溃的许立国 立刻退后几步 眼中的惊恐仍然浓郁 此刻的他 之前的霸道全部消散 脸上露出鳄鱼之色 连忙说道 主子的神通又厉害了 其实小许子 我就是为了让主子 你多练习几次神通 所以之前 才会那么说 主子 小许子对您的忠心 那可是苍天可见 绝无半点反应啊 王林扫了许立国一眼 平淡地说道 既然出来了 就暂时不用回储物袋 在这山峰万里内 自行领悟你的远古建议去吧 许立国一正 他没想到 这一次这煞星老魔 居然这么好说话 眼珠一转 连忙一脸忠心地说道 主子 许立国舍不得你 还是在你身边 才会觉得踏实啊 他说着 小心翼翼地看向王林 王林神色如常 文言点头道 既然如此 那你就在一旁留下吧 许立国脸上露出笑容 内心却是苦涩 按道这煞星 莫非是真的让我在这万里内自由行动 不对啊 这不像是这煞星的性格 这里面一定有假 哼 幸亏我许立国聪明 否则的话 说不定又会受罪 许立国想到这里 颇为得意 连忙在一旁凝化身形 盘膝坐下 坐了一会 他又有些忐忑 时而打量王林 想要看出一些端倪 王林没再理会许立国 而是拍了下储物袋 立刻文兽与雷蛙出现 文兽极为舒服地趴在雷蛙身上 出现后 冲王林思明一声 算是硬果 便又趴了下来 似乎说什么 也不愿离开一般 与他们一起出来的 还有一些文兽 这些都是当初跟随的幼体 此刻虽说还未长大 但看起来也是极为猙獰 至于雷蛙 显然已经习惯了 背上那可恶的文兽 现身后腹内传出阵阵雷鸣 在一旁找了个位置 趴着不动 好似睡下 紧接着 射神车飞出 砰的一下在半空化作雷兽 此兽出现后 一眼就看到了雷蛙 顿时低声咆哮起来 雷蛙原本懒散的样子 刹那间一扫而空 睁开双目 直勾勾地盯着雷兽 腹部雷鸣滚滚 其背上的文兽 此刻也是精神一阵 颇有兴趣地看向雷兽 徐立国在一旁 睁大了眼睛 仔细地看了那雷兽极眼 内心暗道 真不愧是主子 这才多长时间没看见 居然又多出了这么一个傻呆呆的畜生 打吧 你们打起来才好 到时候让你们知道 老子才是跟主人时间最长的一个 不过话说回来 主子还真有畜生缘 这一点 我老许是自愧不如 我有的 可是美人缘 徐立国神情略意恍惚 想到了在妖灵之地的小美人 唉 自古多情空于恨 这个道理 就不是那煞心王老摩能明白的了 徐立国颇为感慨 看了看雷兽 雷蛙 与那几只蚊子 又看了看盘膝打坐之中的亡灵 颇有一种孤独与得意的感觉 法宝的祭炼还在持续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 却已经不是重点 时间有限 亡灵准备 根据自己所看到的第三步 把自己的神通之术略作调整 他目录沉吟 在他掌握的神通之中 可以施展的最强之术便是那盏罗绝 只不过 若是修为没有突破修到的第一步 达到殷虚境界 此术 每一次施展 都会消耗他不多的原力 然后便是定身术 此术的强大 丝毫不弱于斩罗绝 往往在特殊的时刻 会起到决定的作用 除了这两个神通之外 便是纪灭 化魔 黄泉三指 还有就是 生死轮回意境所化的三世悼念 道化黄泉 凝化全魂 与黄泉之力 他所要调整的 便是纪灭 化魔 与黄泉三指 这三世神通 若是继续修炼下去 对于第三步的危害极大 这三世神通不完整 而且还会引起身体的不适 至于为何会对第三步有危害 亡灵也是不太清晰 只是凭着感觉 他沉吟中 右手食指弹出 把这三世神通一一施展 想要看出其内的端倪 渐渐的 他的右手指头越来越快 寂灭 化魔 黄泉三世神通法术 不断地循环 王灵皱起眉头 凭着内心那模糊的感觉 寻找其内的端倪 并且渐渐地改善 这个过程 极为消耗精力 没过多久 他便有了疲惫的感觉 略做休息 王灵再次开始了继续 时间的转轮再次转动 两年春秋过去 这两年中 王灵绝大部分的心神 都放在了推敲神通之上 不断地改善 但却最终 还是没有达到满意 王灵明白 是他自己心急了 但王灵没有放弃 而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慢慢地改善 他此刻的行为 若是被那些处于第二步静捏 或者碎捏期的修饰看到 定会大吃一惊 因为这种改善 几乎就是相当于 从一个神通上 推演出其本源仙术 这一点 别说是他 即便是天韵子等人 也很难做到 两年的时间 雷蛙与雷兽 彼此很是敌视 但却没有私斗 雷蛙是修为不够 不敢轻易攻击 而雷兽则是不屑 尽管对方 让他感受到了一丝潜在的威胁 至于文兽 兴趣从雷蛙身上 转移到了雷兽 时而飞起在其身边环绕 看其样子 似乎想要趴在雷兽背上 但每次都没有成功 可越是如此 这文兽的兴趣也就越大 徐力国对于这一切 很是看不上眼 随着时间的度过 他看到亡灵 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 于是小心翼翼地退后 最终彻底地离开了亡灵百战外 化作黑雾 欢快地在山峰万里内呼啸 只不过 他却是记得亡灵的话 不敢走出万里外 渐渐地 他又觉得无趣起来 这万里内一个人影 都看不到 外界之人往往距离这里很远 便纷纷绕开 这让许力国很是郁闷 除了一年半前 有几个修士在外面 原本不敢进来 结果 被他以幻树施法 最终骗了来 戏弄一番后又放出 可从那之后 却是再无半个修士赶来 那几个被放出的修士 一直到很多年后 想起这一经历 都会心中发寒 这一日 他正在万里内呼啸 极为无趣地飘来飘去 期待能遇到无意中闯入进来的凡人 正飞行中 忽然许力国身子一颤 一股许久不曾出现的激动 立刻如潮水一般将他淹没 许力国双眼冒光 直勾勾地盯着 远处浓雾外 忍不住兴奋地吼叫起来 终于有人来了 山峰万里外 黑雾边缘之处 张星海 一脸的憔悴之中透着死气 在他的旁边 还跟着一个看起来极为紧张的中年男子 此人身穿黑袍 修为同样达到了原因大圆满 爹 咱们真的要去吗 那中年男子 颇为忌惮地 看了一眼远处的黑雾 低声道 当然要去 为父受缘僵尸 此行除了完成前辈的要求外 便是把你引荐给前辈认识 日后我归须 你便代替我 为前辈行事 以确保我张家 香火永存 张星海沉声道 中年男子犹豫了一下 说道 可是 爹 我听几个道友说 这前辈 有些怪癖 一年多前 就有几个道友被 没等他说完 张星海转身瞪了一眼 中年男子立刻收口 徐立国身子好似游魂 瞬间便临近此处 他隐藏在黑雾内 张家父子并未察觉 徐立国一脸兴奋 眼睛在这父子二人身上看来看去 喃喃自语道 不错 不错 老的那个快死了 经不起老子的折腾 你家许爷爷就发发善心 把你的身子放过好了 至于那个小的 嘿嘿 徐立国眼中的兴奋 越来越浓郁 透过黑雾 在那中年男子身上看来看去 其目光 居然有一丝银血 他干咳一声 以一种正气凌然的语气 说道 来者何人 抱上明来 张星海深吸口气 在山峰万里外 并未进去 而是抱拳恭敬地说道 晚辈张星海 完成了前辈之事 求见前辈 他声音沙哑 缓缓透进黑雾中 徐立国眼珠一转 说道 老的那个 进来吧 我带你 去见我家主人 张星海一正 犹豫了一下 上前一步 踏入黑雾中 他身子刚一进去 立刻便感觉 身子四周狂风缠绕 身子不由自主地 如奔雷一般向前送去 不多时便来到了山峰之上 狂风消散 他一眼就看到了王林 连忙恭敬地站在一旁 说道 前辈 晚辈不负所托 已经把这清零星所有凡人的怨气 都收集了 说着 他从储物内拿出一枚枚玉检 一共上千 放在了地面上 恭敬地退后几步 徐立国送完张星海 立刻兴奋地回到万里外 站在黑雾中 盯着外面的中年男子 嘿嘿笑道 小娃娃 哎 进来 别怕 你家许爷爷给你点好处 他看到那中年男子略有犹豫 立刻吼道 还不进来 中年男子一咬牙 踏步走进黑雾中 王林睁开双眼 神石在那些玉检上扫过 立刻感受到了其内的怨气 这怨气极为惊人 数量庞大 好似形成了一股怨气风暴一般 很好 你带来知人 日后便是老夫在恒云风外的使者 王林缓缓地说道 略意沉吟 又从储物袋内拿出一粒丹药 扔给了张星海 给你儿子服下 若他添资足够 说不定可以凭借丹药内的灵器 有一丝化神的可能 张星海脸露狂喜 连忙接过 真重地放在了怀里 感动地说道 谢谢前辈 这怨气 是虚无缥缈之物 还会再生 你张家日后 每隔数年 便要再去收取一次 王林吩咐道 随后一拍储物袋 拿出了储物袋内 不多的几粒红色的种子 交给了张星海 此物名为生鲜果 你让族人种下 以修饰体内灵力催发 在接下来的十年内 尽可能地多种之一些 张星海连忙点头秤势 这生鲜果的种子 还是当初千魁子的储物袋内所赠 张星海父子 离开了恒云山峰 只不过其子 却是一脸恍惚 透出一股奇异 似乎还有些回味 至于许丽国 则是被王林严厉的禁足 若非这许丽国所做之事 还不算太过不堪 王林甚至都想把此人炼化 被限制在百丈内的许丽国 一脸委屈 却是再也不敢偷偷外出 只是整日里望着远处 内心颇为感叹 不就是暂时融入其肉身内 占据之后 感受了一下 有了肉身的感觉吗 多大的事啊 哎 王林没时间去理会许丽国 把其禁足后 再次开始了完善自己的神通 至于那些怨气 则是被他一一吸收 融入在了黄泉之内 吸收了怨气后 黄泉与之前立刻截然不同 这些怨气彼此融合 渐渐的有了一丝全魂的影子 十日匆匆 神通的改善 耗费了王林太多的精力 虽说还是没有全部成功 但在这改善之中 不断的体会第三步的方向 王林的意境 却是渐渐的提高起来 最终 在他来到这清零星的第十八年 他的生死轮回意境 彻彻底底的大圆满 再无半点瑕疵 这表示着 只需先例足够 便可真正的成为第一步巅峰的修士 先遇 王林的储物带内 还有一些 但他却不知是否足够 不过即便是不够 王林也打算喝下鲜叶 这一次 必须要达到问鼎后期大圆满 攀登修到第一步的巅峰 修到第一步 王林目露金光 当年问鼎之时 古妖贝罗曾言 逆修之人 会引动天罚 就是不知 若我有照一日 突破了问鼎第一步 达到了殷虚之境 是不是一样 还会有天罚降临 王林抬头 看着天空 眼中露出冷冽之色 三更一万字 从早上写到现在 累不累就不说了 只求月票 三更月票要支持啊 这是爆发的动力 最后祝愿大家 节日快乐 尔根也要去父母家过节了 全家人一直都在等我 本章完 第七百一十九章 明镇罗天 墙顶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清灵星 西北之地 一处广阔无垠的荒漠之上 地面按照一定的顺序 摆放着大量的仙玉 这些仙玉 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阵法 在阵法之中 王林盘膝而坐 闭目吐纳 每一次呼吸 都会有大量的仙气 从阵法内散出 吸入王林的体内 周而复始 他体内的仙力 在慢慢的凝食 问鼎大圆满 对于问鼎修士来说 并非是高不可攀 但 能达到这一步者 却是并非很多 其原因 不在异景 不在仙玉 而是在圆力 若是问鼎之时 天地圆力与圆神结合时 圆力不足 那么 即便是可以问鼎 但最终 却不会圆满 同样的 即便是圆力充足 可在问鼎修为期间 一旦受伤过重 伤了圆神 以至于散了与圆神融合的圆力 那么 最终也还是无法达到圆满的程度 可以说圆力 是修到第一步圆满的重点 再加上问鼎修士 无法吸收天地之间的圆力 无法补充之下 自然圆满者不多 亡灵此刻 圆力经过雷池的修炼 已经达到了与圆神融合的极限 满足了最基本的要求 一静升华之下 带动体内修为 随着他吸收大量的仙气 他正在向问鼎大圆满 缓缓地接近 只不过 第一步修到圆满所需要的仙气 是一个很可怕的数量 持续地吸收一年后 亡灵的仙玉 全部用完 他毫不犹豫地 从除物袋内拿出仙液 一口吞下 仙液入体 带着浓浓的醉意 亡灵全身散出雾气 这雾气内 蕴含了一股酒香 扩散四周 与此同时 仙液化作了磅礴的仙力 在亡灵的体内纵横 如同一股强猛的推力 把他的修为 迅速向问鼎大圆满推进 一灵之城 先随气洞 这 便是对问鼎圆满的形容 自身意境大城 再无半点破绽 道心坚定 体内仙力灵动饱满 就连气息中 似乎也蕴含了仙气 在亡灵来到清零星的第十九年 有八个月 他 问鼎圆满 方圆无数里内 随着亡灵问鼎圆满的步伐 所有的仙玉成为了飞灰 地面的荒野 此刻长出了嫩绿 远远看去 一片生机 亡灵缓缓地睁开双目 其墓内 蕴含了苍穹 有云烟飘过 千年修道 终得圆满 王灵呼出一口气 嘴角露出微笑 回想千年前 那横跃派下的小人物 此刻 却是修道第一步圆满 已然超过了当年的朱雀子 此事 怕是朱雀心上所有人 都会不想象得到 王灵没有起身 而是右手在锄带上一抹 一支金光闪闪的鲜笔 在其手中出现 王灵单手拿住 好似五文泼墨一般 在身前随意地画起 他之前的极限 是七笔符文 此刻一气呵成 七笔落下之际 再次画出了一笔 八笔符文散发出刺眼的金芒 如同炫扬一般 让人妄知 便会摄取心神 八笔之威 却是比之前整整高出一筹 王灵目光平和 此刻的他 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修士 而似一个博独贤淑的儒士 收笔之时 笔文消散 其内蕴含的元神 也回到了王灵体内 王灵站起身子 向前一踏 消失无影 半个月后 一道雷光从清零星上奔腾而出 直冲天际 雷光中 王灵盘膝坐在雷兽背上 闭目不语 清零星所有修士 在这一刻 纷纷抬头 神态恭敬之中 还有一种松了口气的感觉 似乎那无形的压力 随着王灵的离去 渐渐的消失了一般 临走之前 王灵带走了这十年种植出的生鲜果 以及另一批怨气玉检 他黄泉内的全魂 已然有了凝聚苏醒的痕迹 雷光呼啸 王灵离开了这个 居住了近二十年的清零星 这里 是他的洞府 取了雷鼎后 自然还会回来 从这里去雷之仙界 会更安全 雷光轰隆隆间 在星空中急驰而走 王灵在雷兽身上 睁开双目 露出沉吟 想要去雷之仙界 就必须要有雷鼎 若无此物 则没有任何办法 去往雷之仙界 这一点 王灵自然知晓 只不过 这罗天星域 与联盟星域不同 雷鼎并非是散开 而是不知为何 统一出现在雷仙殿 由雷仙殿之人 根据各个修真家族的实力 分发一致数尊不等 眼下距离雷之仙界 开启的确切时间 只有三个月 正是各个家族 获取雷鼎之时 王灵目光一闪 心中已经有了决断 既然没有雷鼎 那就抢一个好了 王灵右手 放在雷兽头上 轻轻地拍了一拍 雷兽立刻抬头咆哮 神态似乎有些享受 实际上 若是寻找深宫虎 或许也可拿到雷鼎 只是深宫虎修为太高 若是与之相见平凡 说不定会露出破绽 所以 若非极大之势 王灵不想去找此人 进入雷之仙界的修士 不可能每一个人 都是踏入了第二步的修士 毕竟踏入第二步者 并不多 绝大部分的进入者 往往都是处于 应变与问鼎修为 罗天南狱 王灵有深宫虎留下的预检 找到了一处修真心 此心的名字 王灵并未注意 深宫虎的预检上曾说 此心修真家族有两个 每一次雷之仙界开启 两个家族都会获得一两个雷鼎 而且 这两个修真家族内 没有人修为超过问鼎圆满 来到这修真心后 王灵神石一扫 看出了这星球上 两个修真家族的强者 君都不在 于是便飘在星空中 闭目打坐 时间慢慢过去 在距离雷之仙界开启的前一个月 在王灵的前方 十多道长虹 如流星般呼啸而来 这十多个回来的修士中 其中一人达到了殷须境界 其余者 问鼎与应变不等 他们速度极快 呼啸而来 但却在不远处立刻止步 一个个目光 瞬间落在了前方的王灵身上 达到殷须境界的修士 是一个老者 此人一头银发 双目内有金光闪烁 其体内原力不多 还未稳固 显然是刚刚达到殷须境界不久 时间绝对不长 他上前一步 仔细地打亮了王灵几眼 脸上露出惊疑不定之色 这位使者大人 来我圣谈心 不知有何事 老者沉声道 王灵睁开双眼 眉头为不可查的一皱 目光平静 缓缓地说道 你们可是取雷鼎而回 老者神色一动 说道 不错 使者大人有何事 还请明说 我需要一个雷鼎 王灵平淡地说道 那老者望着王灵 许久之后笑了起来 其笑声蕴含了一丝狂傲 他目光一闪 喝道 此次去雷仙殿 便听闻 有冒充雷仙殿使者出现 原本还以为是荒谬之谈 今日看到你这小辈 老夫已然确定 你 就是那假冒之人 哦 王灵神色如常 平静地看了老者一眼 老者冷笑道 雷仙殿使者 哪一个不是拥有大量的一副修真家族 区区一个雷鼎 想要获得 极为简单 况且 这罗天南域内 所有的雷仙殿使者 老夫都见过 你 却是极为陌生 更重要的是 此次雷之仙界开启 所有的雷仙殿使者 都聚集在雷仙殿 一直到雷之仙界开启 他们是不会出来的 王灵点了点头 不再废话 起身后虚影一动 先为傀儡顿时幻化而出 一步之下 便直接迈步而去 全身金光暴闪 一拳轰击而出 这一拳 带去了大量的阴暴 轰隆隆之际 直奔老者 那老者神色一变 他只是看出 王灵的修为是问鼎大圆满 即便是王灵坐下的雷兽 他也认为是虚假之物 并未放在心上 但却没想到 对方居然有这等傀儡 冷哼一声 老者右手掐绝 向前一指 顿时一道黑色的火焰 在其手中幻化而出 一弹之下 这火焰立刻烹的一下散开 化作无数眼点 如同繁星一般 弥漫四周 他身边的族人 早就散开 远远地观望 先为傀儡对于那些艳点 根本就不在意 任凭他们落在身上 速度不但不减 反而更快 全都带去距离的呼啸 踏步间便来到老者身前 落下之际 形成一道气笼 破空打出 老者面色微变 身子立刻退后 与此同时 双手掐绝 一道火焰盾 立刻出现在了身前 鲜味的拳头 落在了火焰盾上 发出一声轰隆隆的巨响 火焰盾之上 立刻出现裂纹 瞬间崩溃 声音回荡之际 那老者面色苍白 身影速退 至于鲜味傀儡 也是被反振之力退后 束步 更有一股黑焰 顺着其手臂燃烧 蔓延全身 我只要一个雷顶 王林神色平静 望着老者 老者盯着王林 刚才傀儡的那一拳 让他吃惊不小 若不施展元力神通 不可能战胜那与他修为相当的傀儡 此人拥有这等傀儡 绝非寻常之人 即便冒充雷仙殿使者 也与老夫没有半点关系 只是 若就这么交出一个雷顶 我张家岂不是颜面尽尸 老者内心有些为难 若是王林修为达到了第二步 或许这老者也就答应了 毕竟此次他们家族 获得了三个雷顶 送人一个 也不是不可 但眼下 若是被一个问鼎大圆满的修士索要 便直接交出 却是让他脸上挂不住 王林不愿与其废话 此人修为 虽说有些出乎他的预料 但对方刚刚踏入殷须境界 还未稳固 王林此刻问鼎大圆满 再加上神通法宝 占之 却是不难 他拍了下储物袋 立刻其手中多出了一座山石 此石出现后立刻幻化 变成了一座巨大的仙山 其上先例浓郁 隐约中更是透出一丝威压 王林右手在其上一按 这山石顿时一阵 其上散出一股沧桑的气息 这气息凝聚在王林右手之下 在他抬起时 但见一丝丝雾气飞快地聚来 形成一个拳头大小的雾团 那老者看到这一幕 面色大变 身子毫不犹豫地退后 眼中露出惊骇 尸声道 抽灵之术 你只不过问鼎圆满的第一步修饰 怎么可能会施展这等神通 王林目光平淡 右手向前一推 这雾团瞬间飞出 带着一股强大的威压 直奔老者而去 与此同时 王林身子一动 紧跟雾团之后 右手抬起 一道雷光在其手中凝聚 刹那间 从星空中传来一声奔雷的咆哮 只见电光闪烁中 在王林的右手之上 一道化作实质的雷电 凝聚而出 此刻的王林 如同那掌控了雷电的仙人 手持闪电 目光阴寒 踏步间 走向老者 那老者神色剧烈的变化 身子再次后退 双手掐绝 立刻放在了眉心 一点之下 其眉心一阵蠕动 瞬间 居然从中间裂开一道缝隙 好似拥有了第三只眼一般 它面色一片赤红 全身血液急速的流转 似乎一下子凝聚在了其面部 体内的原力 也是疯狂的流动 与血液一同凝聚眉心 如同撕裂一般 在巨大的痛处 涌现老者全身的刹那 其眉心的第三只眼 缓缓的张开 一声声低吼 从老者口中传出 它盯着亡灵 双手掐绝 按向自己的耳上双血 轰然间 其眉心的第三只眼 瞬间极大地睁开 一道红光自其内散出 呈扇形 迅速向前方凌厉地扑散 亡灵神色一动 对方的神通太过诡异 它身子略微一缓 此刻仙山之魂临近老者 却是恰好对方第三眼开启的刹那 红光之中 仙山之魂居然迅速地瓦解 这一幕 看得亡灵目光一凝 它右手之上的闪电 毫不犹豫地抛出 轰隆之际 闪电呼啸而出 直奔老者而去 那老者施展 这神秘的原力神通 本就有些力不从心 它毕竟刚刚达到殷须不足两年 原力太少 此刻第三眼的鸿芒 只坚持了三夕便立刻承受不住 第三眼自动地收合 消散 闪电 尚未全部瓦解的山魂来临之际 老者一咬牙 拍下了锄带 拿出一物 高举头顶 王灵左手虚空一抓 便把老者手中之物拿在了手中 此物 正是雷顶 收了雷顶 王灵并未离去 而是目露奇异之盲 望着老者 缓声道 你之前的神通 可否与我交换 本章完 第七百二十章 明镇罗天 占了大便宜 小说 仙妮 作者 尔根 老者冷哼一声 退后几步 说道 若非老夫刚刚踏入殷墟只有两年 再丢我几年的时间 你即便有再多的神通法宝 也不是老夫的对手 王灵收起山魂散回仙山 平淡地说道 我与你谈的 是交换着神通 老者冷笑道 此事休想 雷顶你也拿了 还不离开 王灵目光一凝 抬起右手向前一指 立刻一道黑芒 瞬间冲出 直奔前方 在这黑芒出现的刹那 老者立刻感受到 好似生机 都要被抽离了一般 黑芒冲出 直奔后方的修真心 消失不见 但老者的神识 却是紧跟黑芒 亲眼看到了 这黑芒落在一处平原 使得平原之上的植被 瞬间枯萎 化作无数生机迅速飞出 冲出了修真心 融入至亡灵体内 此神通名为寂灭指 王灵平缓地说道 老者哼了一声 说道 此树若是老夫没有达到殷虚 尚还勉强入眼 可现在 却是鸡肋 他嘴上虽是这么说 但内心却是按经此树的霸道 他看中的 不是此树的威力 而是那吸收生机的神通 王灵右手在指 立刻又是一道妖异的黑器环绕指尖 一弹之下 指锋一晃 在老者身前停下 此神通名为化魔指 转化体内 仙气为魔器 与寂灭指同用 效果更佳 老者盯着眼前的黑器 略有沉吟 抬起右手在其上一抓 立刻便抓在了手中 神石一掃 许久 他抬起头 盯着王灵 缓缓说道 传闻东灵星修士 擅长使用魔器神通 原来 你是东灵星之人 不过 这神通 一样也是鸡肋 王灵成音片刻 当年司徒南最在意的 便是黄泉指 此树 即便是有缺陷 也不能拿来交换 王灵目光一闪 抬起右手 缓缓说道 我最后施展的这个神通 学自一位第二部碎孽期的前辈 此树 若你还看不上眼 此事作罢 老者一正 内心颇为不幸 王灵心念一动 不远处的先为傀儡 立刻化作一道金光流星 直奔后方的修真心而去 傀儡之一动 使得老者立刻面色阴沉 少请先为傀儡回来 其手中抓住一头凶兽 此树看起来极为猙獰 全身长满了栗刺 甚至其嘴角 还有半截凡人的手臂 显然是在禁食中 被先为傀儡抓来 王灵右手双指成剑 杀戮先绝 他已经很久没有施展了 当年凝聚的那无数杀戮之气 全部放在了傀儡身上 最终也消耗在了一战之中 但对于杀戮先绝的感悟 王灵却是极为深刻 毕竟此树 在他手上修炼 也有了百年以上 此刻他凝神少请 一指之下 顿时一道剑气 从其手指散出 直奔那凶兽而去 剑气入体 凶兽立刻惨哼起来 瞬间 其身子立刻在老者猛地 睁大双目间 迅速枯萎 最终彻底地成为一具骸骨 一道灰气 从凶兽骸骨上散出 缠绕在了王灵手指之上 王灵手指一甩 灰气飘出 他轻点之下 此气立刻化作一个烙印 飞向老者 此神通 名为杀戮先决 老者动容 右手抬起一把 抓住那烙印 神石迅速散出 一点点 仔仔细细地查看起来 越是看去 他神色便越是震惊 到了最后 他几乎双目冒光 这杀戮先决 以他的修为 几乎一眼就看出了其强大之处 这烙印显然是具备了一定的防护 至于那倒白气则具备了攻击 虽说并非强大 但此数显然是可以多次施展累计 此烙印 来杀戮先决所化 依靠杀戮 获得生机之力 以生机之力 徘徊身体四周 从而凝结生之烙印 此烙印越多 防守之威便越强 当年传授我此数的 那位前辈曾说 若全身一弯烙印守护 即便是修真心崩溃 也可安然无恙 王林并未说谎 他所说 正是当年灰衣天蕴子的原话 老者脸上第一次露出犹豫之色 显然 这杀戮先决 真正地让其心动了 以他的见识 自然看得出 这杀戮先决极为强大 绝非是寻常修士能够获得之物 很显然 对方所说 传承至碎孽修士之言 有一定的可信 只是 他的这第三眼神通 却是家族传承 轻易不能交给外人 此数来历不明 似乎是很早之前的先祖 无意中得到 按说这样的神通 若是换作联盟星域 他的家族是不可能独自拥有的 但在罗天星域 这个以家族为门派的地方 每个家族 都会拥有一些传承的神通 如此 轻易倒也不会被人所夺 另外更主要的是 这个神通 他们家族自得到之后 他是第一个炼成之人 亡灵等了片刻 见那老者始终还在犹豫 大袖一甩 转身踏向雷兽 口中说道 罢了 道友既然不愿 此事作罢 说着 他身下雷兽化作雷光 冲向远处 先为傀儡紧跟其后 老者手中的生机烙印 此刻崩溃 化作灰气消散 他的消散 好似在老者心中掀起了波澜 如同本该是他的神通 被人抢走了一般 眼看亡灵的身影 所化的雷光越来越远 老者面色变化 一咬牙 口中喝道 道友止步 这杀戮先绝 加上之前的寂灭指与化魔指 我与你交换 亡灵停下 雷兽通灵 转身飞回 在老者前方十丈外停下 鼻尖喷出闪电 眼中露出不屑 换了 老夫与你换了 但你要答应 此数 不能外传 老者咬牙道 亡灵点头 不再废话 直接一拍储物袋 拿出三枚玉剪 详细地记录了三道神通之后 也不怕对方反悔 直接扔出 老者接住后看了一眼 尽管神色如常 但内心却是对亡灵的举动有些佩服 同样拿出玉剪 把第三眼的神通记下 扔给了亡灵 只不过 他却多了的心思 留下了几处错误 若是按照这个修炼下去 即便成功 也会有很大的隐患 王灵接过 仔细地查看一番 内心暗中运转 更是不惜消耗心血 以自己看到第三眼的状态 再次看了一遍 他一眼 就看出其内的端倪 也没点破 只是略一点头 望着老者 王灵内心有些过意不去 毕竟这趟交易 他算是 占了天大的便宜 犹豫了一下 他抱拳道 道友 杀戮之气的数量 最好不要超过十万 否则的话 会有危险 告辞 他说完 立刻头也不回的迅速远去 其背影 罕见的有些急促 老者一正 脸色微变 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预见 沉默片刻 转身带着族人 回到了修真心上 随后立刻闭关 他要尽快修行 争取一个月后 来得及去雷之仙剑 王林坐在雷兽背部 脸上有些古怪 他摇头自语道 以这三个有问题的法术 换取一个蕴含了一丝第三步方向的神通 却是有些过分了 是有些过分了 王林看着手中的预见 嘴角露出微笑 这神通那老者只当作寻常 即便是在意 其程度也是有限 可在王林看来 这神通却是极为强大 居然蕴含了一丝回归本源的气息 若非王林看到了第三步 此刻定然看不出此数的潜力 他压下心底的兴奋 仔细地查看预见 其内对方留下的错误 王林并不在意 只要给他一定的时间 他便可把这错误扭转过来 这比之前修正三大神通 要简单很多 雷兽速度极快 在星空内呼啸而过 其目标 是王林的修真心 清零 清零星的修是 刚刚庆幸占据此地那位脾气古怪 有着特殊癖好的前辈终于离开 可是 没过几个月 却是立刻又压抑起来 因为 那位有着特殊癖好的前辈 回来了 恒云峰万里之内 再次成为禁区 无人敢踏入半步 回到了自己的修真心 王林立刻抓紧时间 研究与修正这个第三眼的神通 慢慢地尝试掌握 大半个月的时间很快地过去 这一日 天空风和日丽 万里无云 一片蔚蓝之下 更有柔和之风吹过 落在身上 同样也带着一丝暖意 王林站在恒云峰顶 手中拖着雷顶 此顶只有巴掌大小 其上蕴含了雷光 游走之下 发出清脆声响 在王林的眉心 一道细微的缝隙 若隐若现 散出一丝鸿芒 此刻的他 看起来颇为诡异 若说是正道修饰 怕是不会有人相信 怎么看 在他的身上 都有一丝邪意 这一切 自然是因为 其眉心的这个缝隙所致 不多时 蔚蓝的天空 出现了一片片雷云 此云出现得极为突兀 之前没有半点征兆 前一刻还蔚蓝的天际 在下一夕 立刻阴暗起来 阵阵雷鸣在那云层内游走 传出轰隆隆的声响 与此同时 王林手中的雷鼎 也好似灰影一般 其内的雷光更猛 就在这时 天空的云层内 漠然间降临一道粗大的闪电 直奔王林而来 王林盯着那闪电 沿路奇异之芒 他知道 只要这闪电落在雷鼎 自己就可以被牵引而上 踏碎虚无 直奔那飘渺的雷之仙剑 但 他却在这一刹那 把雷鼎收起 这可是仙雷啊 王林喃喃自语 眼中奇异之芒更浓 他接下来的举动 在雷之仙界开启的无数次中 前无古人 雷之仙界篇立刻开启 求月票让耳根有如神柱 写好罗天心欲第一个大副本 求月票 本章完 在雷之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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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雷之仙上